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观纳家道理着视中学的任老师 我们学校收取了很多非华语学生 非华语学生活泼可爱 他们的文化多彩多姿 不过社会人士可能对他们不太了解 而非华语学生接受中文教育 是近年香港教育界热门探讨的课题 所以我很想藉着这个机会 介绍吴伟强博士的新书《共荣歧视》 顾名思义了 《共荣歧视》包括了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 希望他们融入社会 但是他们也遇到歧视的问题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探讨他们 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的各方各面 包括了他们的困难 这本书他们是访问了很多的教育界的前线 包括了大学的学者 讲师 中学老师 小学老师 中学学生 大学生 小学生 和家长 其实不单止是有教育界的人士去接受访问的 也有很多社会上的一些机构 例如一些志愿机构 宗教团体 例如一些难民的机构 或者是一些专门服务外籍人士的一些教会 甚至乎去拜访清真寺 去和一些清真寺的负责人 去了解他们的香港的生活面貌 书里面也访问了一些政府的人员 政府的前高官 当然最主要就是访问了很多很多非华语人士 他们在香港的生活 其中有一位女士 他在香港土生土长接受教育 他中间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后来可以成为香港大学 去教授中文的一位老师 这本书确实是很丰富的 不单只是探讨教育的面貌 其实可以去看到香港很多的一些社会现象 说明是共融和歧视 其实非华语人士在香港 不单只是做送外卖 或者做清洁的工作 如果我们能够将香港这么优良的教育 全盘去令到他们去接受这个这么全面的教育 也都可以将中文教育好好去教导他们 能够让他们去投入香港社会 我相信新一代的非华语人士 他们必定会成为香港新一代的生力军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也去买这本吴伟强博士的新著作 共融歧视 吴伟强博士 感谢观看